这道菜叫玉丹虾球 国际大赛金奖的菜 我们在家也能做 好久没有来这儿做俩菜了 今年有一个相对较好的一个收获 实际上有没有机会去到马来西亚 参加了一个世界厨艺大赛 拿了金牌比赛其中一道菜 叫玉丹虾球 今天在这儿做一下 这次比赛的时候 然后奖的那个金牌 今天主料主要就是虾 这个虾是名虾 因为名虾是渤海虾 它相对来说肉质特别嫩皮还薄 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虾给它去投 这个虾可以包也可以切 那今天我们就直接给切掉 切的目的是为了 待会儿如果在做其他产品的时候 其他菜是好用 今天我做的这道玉丹虾球 就是按照当初比赛时候 这个操作去做 因为比赛大伯知道 就是世卫知道 就是参加大赛 每个菜都有时间 我们基本上现在 所有比的时间都是40分钟到45分钟 你得把一道菜完成了 其实在工艺上要做一些优化 剩这虾头呢 刚才我特意说 在家里头你带一点肉 然后可以熬个白菜啊 然后炖个汤啊都可以 把那虾壳给包完了 然后留了一截 为了保证就是这个做的时候 这虾尾能够完完全全的留在虾身上 不会脱下 第二步处理呢 就是我们从中间开一刀 我们要把这个虾线去掉 同时把这个虾的外皮这种给打掉 像这样 那这会儿呢 虾线不是出来了吗 我们再把这个表皮给它往下一打 拿刀一抹 然后出来虾球特别特别干净 白净 但是你的刀呢 不能太深 太深的话 把肉打了就太浪费了 它除了虾线之外 这种皮要打掉 另外呢 它也嫩 我们那次在马来西亚的比赛呢 一共记着是有六个国家 主要是东南亚 还有美国的这些国家 还有德国的 东南亚这边主要以 中国 印度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评论为也是世界各地过来的 这个虾呢 我已经把表皮已经骗完了 也很干净了 传统粤菜呢 是拿碱水要去腌 腌完之后再冲水 今天呢我们就用卤菜的计法 拿盐抓一下 然后再冲水 其实效果也很好 再加一点就不用那么费事了 盐要渗到鸭 然后它因为咸嘛 所以它会渗到这个虾肉里面 然后使它性质转变 然后变得更脆 然后加一点玉米淀粉 加一点水 让它这个淀粉 成成姜 让它把虾里边的脏物给洗干净了 我们让它表面的这个虾肉 能看到它脂肪的那种亮度能出来了 刚开始加盐和这个玉米淀粉 都是干净白色的嘛 那通过轻轻的这种抓揉 然后它整个的变暗了 变暗就说明这个虾里边 那个沉的色素都给洗干了 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再把那个 通过冲水洗净 慢慢小水冲的 对冲亮了 把咸味都得冲淡了 好 我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 预粘虾汁的这个配料啊 这配料呢就是预粘嘛 这是形容菜品出品一个状态 这个长度呢 大概其实就切两寸就行了 这个用的是青笋 过去我们叫五分钱的那个 就是那个火柴棍 颜色棍 这么粗就行 现在火柴都看不见了哈 这个切几条皮切丝合省事 过年家里来朋友了是吧 作为什么菜啊 这个菜又好看 原料又高档 然后呢操作又简单 这是笋件 这个笋啊就是一定 找这种实心的笋 那个现在刻个刀花 因为清炒类的呢 我们多配点刀花 简单刻一个 其实啊 你说了半天 为什么美国明做工挺细的 他得跟他厨艺经历有关系 第一个经历 在香港美食城做过 在峭江南做过当务处理长 武州大酒店做过 然后跟着我 上鱼羊饭店天龙王朝 他得经历好 所以说你看他得呈现的东西 就肯定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小柳叶 小柳叶 那过去姜花都小鸽子 磕子 因为姜的筋多 姜筋要比一般的 原来筋要多一些 小蝴蝶姜 我跟你说好 这个粤菜还真得感谢香港人 最早进入这些香港人 确实带动这个粤菜的发展了 好了 这个小料 然后这个配料都切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稍微的给他 把这个要焯水 去一下生 这个是笋 笋先下 胡萝卜 因为他属于脆性原料 所以说焯一下就行 是一会儿做这个玉端虾球 他要穿到这个虾里面 让它变成熟 跟虾能够同步 第二呢 就去除这原料里边这个异味 其实我们做菜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细节都特别重要 我们把这虾稍微的挤压一下 然后让它 空下这个水 然后我们把这个虾呢 用刷用纸 给它吸一下虾的水分 目的呢 是一会儿我们 一加盐的时候 如果你拼不吸水 一加盐 那水分全出来了 那姜就挂不上 而且你腌的底味也进不去 这个虾肉里面 这样我们开始调味 盐 味精 少加一点胡椒粉 腌底味 任何的做菜 一定都要有底味 加一点老饭骨的这个黄酒 没有底味 这个菜就不好吃 轻轻的给它抓匀 底味均匀的进入到这个原料里面 抓匀之后我们下一点干的玉米淀粉 加一个大概其有个五克 在腌制原料的过程中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姜挂护 护呢 适用于炸 那姜呢 是薄的姜 适用于炒菜类 作用呢 就是防止它水分流失 保持它虾肉里边的脆嫩 做预增虾球呢 最主要是把这个三丝要穿在里面 从这个虾身上 这个位置 我可以给它通过这个虾尾 给它套过去 套之后呢 然后穿个笋 穿个胡萝卜 穿个冬笋 这个孔一定不能穿太大 一摊太大的话 你的原料容易丢失 它一成熟之后 它会收紧 就给它给裹住了 这菜都是九一年 九二年那会儿做的菜 然后跟师傅 我们在天文王朝也做这个菜 现在这个预增虾球的前准备工作 已经完了 我们要给它做手划处理了 加上黄酒和盐 好 这会儿水开了 虾球给它下入热水中 这会儿不能冻啊 一定不能冻 一冻的话 一个脱姜 第二这个锅里它容易跑 虾肉一收缩 就把这个三丝给它裹得很紧 就是这个水不要开 就是浸熟 水开的下就容易老了 现在就是你看 锅圈的温水已经开着起飞就OK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要炒了啊 这会儿呢我们先调一个碗芡 月菜油泡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油泡 其实调制方法是一样 所以很多菜器都有香葱的地儿 盐味少来一点糖 挺挺鲜 然后来点胡椒粉 少来一点 来一点黄酒 水淀粉 大概7.5克就够了 再加一点水 油泡呢 就是一定要用这个油温 在油里头过一下 基本上是 柳生肉 快速的让它在表面预热 然后形成这个脆嫩的感觉 油温不一太热 太热的话会把表面会形成黑点 这种计法叫油泡 走 行一会 锅里点底油都够了 就不用去单独给它加什么油 然后下入小量 给它轻轻的 给它炒香 现在能闻到这个葱姜蒜 出来的香味就可以了 然后 把这个 把它下来搁了一段 翻炒了三分下 就让这个料香跟我们的菜香融合在一起 然后下入汁 轻轻的 给它炒匀 它这就是粤菜的手法 纯粤粤菜的 而且不能浑汁 调出来的米油 一蘸 行了 出锅了 比较好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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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脆清香的这个效果 它这个成熟并没有接受高温 把虾的本味完整整的享受起来了 我们这些老一代人看到他们进步和成长 在国际上能拿到这大奖 我们从内心由衷的替这些晚辈们高兴 我跟猴子瓜都老了 他们还年轻 希望他们从老一代的承载这份担子 把这个老放骨 原来以后永远的做下去 谢谢大家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骨 吃饭不含糊 这是金牌 这是铜牌 这是特金 特金 这这一本写着呢 哇塞这么沉 这得四个都带上 这得四个都带上 真沉 这给摆一摆 怎么才能让它四个带好 四百金牌 其中一块特金奖 这个其中一道菜金牌的 百香沙律虾 这是特金奖呢 宝兽兰猪生翅 大漠金沙 苏皮奥袋 终生成就讲 老牛了 我可以结束我的这个 好 我可以结束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